不过面对大巨蛋的问题 台北市长柯文哲是不是就没招了呢 这两方是要一直这样杠下去吗 远雄董事长赵腾雄 昨天亲上火线开记者会 不但是把自己比喻成了一介草民 还刻意放低姿态 向北市府求饶放过大巨蛋 那么对此呢 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表示 说赵腾雄应该是要放过他自己才对 忍不住大笑 嘲讽异味不言而喻 全是因为远雄董事长赵腾雄的这番话 变成市长伟大 对不对 所以他讲的话算 我们这个乡下来的一介草民 他讲的什么都不对 他是一介草民 把赵腾雄这番委屈求全当成玩笑话 柯文哲不以为意 毕竟为了这颗大巨蛋 北市府和远雄屡屡杠上 赵腾雄按捺不住 13号自己亲上火线说清楚 还刻意放低姿态 向北市府求饶放过远雄 请各位媒体帮我拜托拜托 我们的柯市长以及柯市府 能够饶远雄一辆 他每次在说什么人家要放过他 他要放过他自己 他每天都说要反攻 做个比喻 就好像说 他说我要坐火车到高雄 可是他也不买车票 也不来排队 甚至也不来车站 他每天说他走火车去高雄 那怎么处理 这话说的酸溜溜 因为赵腾雄记者会上 一字一句全针对柯文哲来 同批北市府安检 根本是共同造假 私设行他 我想安检问题是市政府制造的 安检报告 他等于是先射箭再挂吧 他要求重新进行我刚才讲的 所谓公安不打折 对不对 到最后这个阶段 私设行堂 他每次都说我们私设行堂 我就明白讲 我设的行堂 他根本都还没走进来 都还没到那个时候 双方隔空交火毫无交集 依旧没共识 这停工一年多的大巨蛋 眼看也只能继续荒废下去 欢迎讯讯苏宇翔 吕家衡 台北报道